阿拉伯界 龙应台 金门人淡淡告诉你 他是怎么长大的 岛上的孩子都没见过球 球是管制品 因为几个篮球绑在一起 就可以漂浮头共 晚上 每个房子都成了轰炸目标 所以每一扇窗户 都得用厚毯子遮起来 在里头悄悄说话 偷偷掌灯 四十年如一日 男人会告诉你 吃了四十年的糙米之后 才直到糙米里加了黄蛆素 压抑人的性冲动 避免军人出事 女人会告诉你 那一年孩子突然得重病 要用军机送到台湾治疗 不是军事任务 还差点上不了飞机 黄牛在麦田里吃草 夜路穿过木麻黄林 金门人在炮火隆隆的天空下 在布满地雷的土地上 谨慎地恋爱 结婚 养育儿女 现在 观光业者招来游客 金门好玩啊 来看那生活不怕苦 工作不怕难 战斗不怕死的金门人 同时 台湾岛上新一代的勇敢的领袖们 开始大声说话 你打我台北 我就打你上海 你丢一百个炸弹过来 我就丢一百个炸弹过去 语音未落 香港的报纸争相报道 台湾人资金大量移向香港 半山的房子 很多都让台湾人买下了 哪一个正常的人 愿意生活不怕苦 工作不怕难 战斗不怕死 哪一个正常的人 愿意放弃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 哪一个正常的孩子不打球 可是世上六十亿人里 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的 可能居大多数 如果你是个在板门店附近村子里上学的小孩 你会听老师说 来 做一个算术题 三十八度线的中立区那草木不省 每一平方公尺 大概一间小厕所的范围 就埋了2.5颗地雷 中立区长248公里 宽4公里 算算看 总共有多少颗地雷 如果你是个在中亚山区生长的孩子 你也无求可大 在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哈萨克 乌兹别克 几个国家交界的 2500平方公里 荒凉而苍老的大地里 埋藏着300万枚代报的地雷 勇敢的领袖们决定不打仗了 于是地雷就去炸死那赤脚和除的农民 炸断放学回家的孩子的腿 炸瞎那背着婴儿到田里送饭的母亲 为什么不扫雷呢 对不起 没钱 打仗的时候 领袖们以国家安全和民族主权的崇高理由 把军购费膨胀到极致 仗打完了 尸体还可以收拾干净 但是中了毒的大地无法复原 扫雷需要千万上亿的美金 而婴儿连奶粉都不够啊 全球有两万六千人因为雾处地雷而死亡 大地里还有一亿一千万枚地雷等着被雾处 丹麦人于是发明了一种草 把常见的小草阿拉伯戒改动一下基因 这草就变成一种侧雷器 阿拉伯戒的根 感觉到土里头地雷腐蚀后外泄出的二氧化氮 整株植物会从原来的绿色变成铁红色 阿拉伯戒的花粉经过处理之后 花粉也不会扩散繁殖 丹麦人打算在斯里兰卡 波斯尼亚这些饱受摧残的土地上试验种植 种下两千五百平方公里面积的阿拉伯戒吗 然后看着美丽清脆的小草 一块一块从绿转红吗 阿拉伯戒的命运 不也证实金门人 板门殿人 阿富汗人的共同命运吗 我觉得发冷 人对自然 对生命过度的暴虐 亵渎之后 他究竟还有什么依靠呢 如果勇敢领袖们的心里 深埋着仇恨和野心的地雷 敏感的阿拉伯戒 又救得了几个 我们疼爱的孩子呢 阿拉伯戒 阿拉伯戒